好我们来看到在这一起三死的车祸当中呢 其中死者罗姓夫妻 两个人原本都是担任水泥工 虽然收入不高 但是非常疼爱一对子女 没想到一场车祸天伦梦碎 而另外再来看到这位欧姓死者 从小就是阿嬷带大的非常孝顺 而家属到现在都不敢告诉阿嬷 这个噩耗 影片中罗太太开心帮小儿子切蛋糕 孝顺不断 或是夫妻俩一起到幼稚园 看一对子女上台表演 一家四口感情非常好 但温馨的幸福场景不在 罗姓夫妻因为一场车祸双双身亡 来到他们家中只剩死者 年迈的阿公在家 他说罗姓夫妇感情好 虽然收入不高 但一有空就带小孩出门游玩 当天就是一家人去看东港王传记 才发生惨剧 翻开全家福照片 夫妻俩抱着孩子 或太太亲丈夫 甜蜜温馨 阿公说夫妻俩都是担任水泥工 照片中七岁的女儿跟五岁的幼子 原本是父母捧在手掌心的宝贝 顿时成为孤儿 而另一名25岁的欧姓死者 从小被阿嬷带大 被撞惨死 家属直到现在还不敢告诉阿嬷这个噩耗 一场车祸让两个家庭破碎 原本幸福的孩子变成孤儿 对比照片中的幸福模样 让人鼻酸 中文西部江春华 评讨报道 对比照片中文西部江春华 对比照片中文西部江春华 对比照片中文西部江春华